蒜笼小龙虾 那你开始吧 子龙 你平时很爱做饭 对 是吧 最擅长做的都是哪些菜呢 他平时做的可多了 我们中午有的时候就叫外卖 但是他呢能够给我们带饭 我说这是你妈给你做的吧 他不是 后来他妈就是有一段时间不在身边 他照样给我们带 我说那你真的是会做 所以说你厨艺好也是因为 妈妈不在身边那段时间 然后自己每天要给自己做好吃的 对 每次就自己偷偷地做 自己偷偷做 是 他妈担心他妈不让他做 水开了 再把小龙虾放在锅里 变焯两个钟 要让它变熟吗这个过程 是 要先把它变熟 那么问题来了 不用油炸的小龙虾到底怎么入味呢 方法是上位香料提鲜 再加上纸酥 花椒 白纸 这些都是你入味的办法 对 你第一次做饭是几岁 大概是12岁吧 然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开始第一次自己下厨做饭 因为妈妈上班很辛苦 所以我要偷偷地学习做饭 给妈妈做饭 这样妈妈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从两岁半开始就带着他 去北京康复 康复了大概有七年的时间 然后没有想到他 有一天能做这么好吃的饭 给我吃 真的心里就特别特别的欣慰 特别特别幸福 我接下来我拿菜刀切一下辣椒和姜 锅都切好了 对 帅哥可以帮我换一下锅吗 帅哥可以帮我换一下锅吗 好的 重点我听到了帅哥 我乐意 锅烧开 然后把油放在锅里 然后把蒜放在锅里 所以就在加点嫩水 在加水啊 因为要炒出香味 把小龙虾放在锅里 一瓶啤酒 加啤酒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加啤啤酒会容易入味 那这么好的办法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觉得我妈妈喝过啤酒 是挺好喝的 也加到角龙虾比较好吃 是吗 所以这个是跟妈妈学的 她不爱我喝啤酒 当然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她看我们朋友 好朋友一起在吃饭的时候 有喝酒 她以为酒特别好喝 她就觉得可能我们特别喜欢喝酒 然后就把酒放在里面 同时又品尝到小龙虾的味道 还能喝到酒的味道 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再加一勺盐 把胡椒粉 对 一勺白糖 跟一勺醇醋 你加醋干嘛 多放调料 这个巧克力香啊 是不是 十三姜 十三姜 蚝油 一勺 蚝油 对 盖子 五分钟 我知道你有一个梦想吧 将来做一个魔幻厨房 是 你跟我们大家描述一下 就是你想象的那个厨房 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我的魔术厨房里 每一道菜 都是通过魔术做出来的 来过餐厅里的人 都会感受到魔术的存在 也感受到魔术的神秘美丽 我们可以打开了 哇 香吧 香 再装盘 这可以吃了吧 这个 还不可以 还有第二个方法 摘龙杏的蒜 是汤汁 开火 把油放在锅里 这是第二种方法 然后呢 再一次加大量的蒜 让这个小龙虾有蒜蓉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蒜太少了 不够啊 那来不及切了呀 我们怎么办呀 我还要再变一个蒜 变个蒜出来 蒜怎么能变 这个 你再帮我拿一个蒜 拿一个蒜 对 谢谢帅哥 嗯 就变成蒜 蒜蓉了 包都省了 是 那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调味吗 接下来会要给大家 变个模式 就是一张口布 变出了一个汤勺 什么声响 太太乐宴会酱油 变出来的 是啊 两勺酱油 豆瓣酱哈 对 十三姜 蚝油 半勺 橙醋 半勺 橙醋半勺 盐 一勺 一勺胡椒粉 一勺白糖 太太的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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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妈妈经常给我做菜的 用的 是 是吧 所以它可以代表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选择永远是智慧的选择 为什么 因为太太的鸡精真的是 用鸡磨成粉之后呢 然后变成了这个鸡精 而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 我们用那种鸡粉添加剂做的 所以它真的非常的健康 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哇 你看这浓稠感就出来了 好玩 哇 给它完全淋在上面 嗯 现在可以吃了吧 还不吃 不需要撒点葱花 接下来可以吃了吧 可以 老师先来 我觉得像你们节目真好 还能吃 从小就喜欢这样的场景 满满的盖了一层浩浩位置的虾 我跟你讲 一定要把这个蒜 再抹在这个龙虾的 小龙虾肉的背上 抓紧开 魔幻厨房 抓紧开 我争取当第一个顾客 太好吃了 蒜香味道跟它的那个 咸咸的刚合适 然后又没有把小龙虾的 那个甜美的味道压 对